你一定想不到把南瓜放进滚烫的油锅里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经典美食 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过 也没吃过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 准备一块老南瓜 切掉外边的一层老皮 去皮后对半切开 去掉中间的南瓜子 然后切成厚厚的薄片 切好后放入盘中 放入蒸锅 加盖大火蒸十分钟 南瓜蒸好后倒进大碗中 加入一勺白糖 不喜欢吃甜的可以不放 然后用勺子按压成米 每天都会分享一道做菜的小技巧 您可以点赞关注 下次想吃不会做的时候 随时都能找得到我 压好后再往里面加入两勺的糯米粉 用筷子先搅成絮状 然后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取一小块面团搓成圆圆的小球 再放入芝麻里面 让南瓜球表面均匀地裹上一层芝麻 再用手搓一搓 防止芝麻脱落 锅中烧油油温烧至三成热 一个一个地下入芝麻球开始炸 火候一定不要太高 油温太高容易炸糊 用小火慢慢炸 一边炸一边晃动锅使其受热均匀 炸至全部浮起 用漏勺轻轻地顺时针滚圈圈 这一步能让芝麻球炸出来又圆又大 炸至金黄酥脆即可捞出 这样做的南瓜芝麻球外酥里糯 香甜可口 看着就很有食欲 喜欢你也收藏起来回家试做吧 好